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张脸早已经是手脸了 因为我有很多角度可以从梁先生最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包括梁先生的是一个专业 对于说房地产的问题 整个专业规划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期待听到一些事情 然后包括梁先生特别接两年去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包括谈美食 谈美食也是专家 我们也可以懂得怎么样吃 怎么好好的吃一个东西 我知道他还是养花种草的专家 喜欢 还是教育孩子的专家 梁先生今天请你来 我觉得首先你身上是个有历史的人 尤其是可能对于大陆观众比较有人文感的会感兴趣 就当年九七回归之前有一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秘书长就是您 这个等于参与香港回归的很多重要工作 而且还有观众就有问题 说行政会议都说行政会议召集人 感觉是香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有人把它比作外国的那种内阁 这个比方有道理吗 也可以谈一下 确实这个是比较特殊 在很多其他社会没有 在我们国家的体制也没有 这个也很说明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两种制度在香港的制度下面 我们政治体制有的一个东西 我们严格来说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行政会议 在基本法里面 在行政体制或者政治体制这一章里面 有一节是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这一节里面有三段是行政会议 所以我们是给行政长官干活的 意思就是说从社会上各个方面 由行政长官他去聘 邀请一些各方面一些专家 对社会上各个问题 比如说医疗啊规划金融啊等等这些 有认识一些人在他身边 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行政长官呢做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呢 他不能自己坐在屋子里面做 他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但是呢也不是我们这些行政会议成员做的一些决定 而是行政长官在行政会议做的决定 今天呢我们想请你啊揭揭历史的这个密文 因为从香港回归前后一直到现在 我想啊很多这个观众会感兴趣 您跟这个北京的高层互动当然是相当密切 但是您又是一个纯粹的在香港长大的这么一个 港仔 这个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开始的时候啊应该说84年吧 84年开始参加向回归的工作 一直到97年13年的时间里面 呃内地的变化很大 内地变化不仅是说经济发展啊生活水平啊 而且呢呃观念包括官员的观念 呃也有很大的变化 能请个例子吗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 呃80年85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对对新闻界记者要采访他们 他们就比较拘谨而且呢呃讲话不多 呃很严肃 后来呢慢慢慢慢的习惯到香港这一套了 呃就是官员跟新闻界之间这个距离呢 这个距离呢可以大大的一个缩小 呃而且大家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呃开始的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对香港 香港人的想法要求甚至乎对香港回归的种种有关的顾虑 也不很清楚呃呃到了后来呢呃基本法起草的过程的这个这个末端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呢其实掌握得很很清楚 绝大多数呃呃参与香港我接触的哈就全部了呃呃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呃他们确实是非常爱护香港呃给香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说爱护香港那相对的当时参与整个谈判的英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哈 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啊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去世嘛1月22号啊那个克力达去世哈克力达以前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马博士给介绍一下这个人物是啊 克力达克力达叫英国人嘛他在舰球大学啊读完书然后就进入英国当官啊主要在外交系统来做的嗯他在中文还是在香港学的嗯他先去新加坡后来来香港学中文 然后呢后来就从事外交了他上呃一九六七年他在北京北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运动吗哈还曾经有人放火烧这个英国大使馆对对对对当时他就是被揍了哈他被揍了然后被关在这被保护可是被等于是软禁啦在使馆去哈一个月哈后来说回八零年代哈他就负责替当时的英国首相哈哈来来他当时是当英国的驻华大使哈 嗯然后呢来处理中英谈判哈那这个过程里面他做了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作用据说我不晓得这个哈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整个情况据说当时的英国的立场刚开始是怎么样想要说哎香港有分香港岛九龙半岛跟新界哈新界是租的其他两个地方是各让的那我只还新界给你我保留九龙跟香港是打这种如意算盘 然后就说克里达是说服了英国政府说你别想了你还了新界你楼下那个九龙跟香港没有用不可能的事你不如就全部来承认那承认那个要归还可是归还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来好好处理大家的关系包括香港人的关系等等是这种情况吗克里达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外交家而且他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 当时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的决心他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跟当时英国首相英国其他的政治家外交官持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必须跟中国谈判英国不能单方面自己说了算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就是签的这个协议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 协议还是比没有协议好那么至于这个具体内容基本法的具体内容等等那么这个我们听很多香港市民的意见我们反复的两头跑北京开会香港开会在香港的听了香港当时六百万市民的意见我能当时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嘛我们有一百八十个来自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委员港市顧问是吧不那个是 是咨询委员 基本法咨询委员有学生团体这一方组织要请我我就去上学人我也去三百万人我也去就听意见很多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有点天方夜谭的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经历过了 什么天方夜谭 比如说我们在中环听意见很多来像我们表示意见呢就谈一些比较抽象的 谈什么呢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嗯你到了居民点去听意见讲了讲了大顿呃原家就问你哎梁先生讲了这么多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别生政区成立第一天早上我下楼买第一份早餐嗯用什么钞票哈哈哈 用什麼鈔票 我說我們這個基本法草稿裡面有 這個1988年裡面有 港幣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貨幣 自由流通自由兌換等等 那麼人家就說 梁振英啊你這個人太年輕 日本人打香港的時候你沒出生 49年解放的時候你也沒出生 告訴你啊政權一換第一個事情就換鈔票 他說你97年7月1號當天不可能用港幣 肯定用人民幣 結果不但港幣一直用到今天 而且今天香港的很多店鋪都貼出來 歡迎用人民幣 槍槍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剛才講這港幣的故事挺鬥的啊 88年的時候啊基本法第一搞出來的時候 確實呢大火對97年後 不管是一些比如抽象民主啊法治啊自由啊 人權啊有興趣 其實很多呢對鈔票很有興趣 沒有人對鈔票沒興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基本法裡面已經有了這麼一段 但是呢人家沒有信心 我說基本法有啦 我們將來還是用港幣啊 人家就說好就算了用港幣 誰發行這個港幣 我說我們也有一段在基本法裡面都想到了 原有銀行可以繼續發鈔 其他銀行呢可以得到特區政府授權 也可以參與發鈔 那麼人家說你說原有銀行 就現在說兩家 一個呢匯豐銀行跟渣打銀行 這兩個可以發鈔 渣打呢乾脆呢就是英國銀行 在香港還沒有註冊一個分行 那個時候沒有 匯豐銀行呢剛剛簽冊 簽冊呢就是把這個註冊地 從香港搬到倫敦去了 那麼那個時候確實香港也回頭看啊 也應該講說有點風雨飄搖 所以大夥問這個問題說 原有銀行這兩家銀行呢那怎麼辦 你讓人家發鈔 人家也不一定發鈔 那我就說沒辦法 我說中國銀行最近的業務做得越來越好 中國銀行完全可以參與發鈔嘛 那個時候中國銀行還沒有上市 在香港這個市場份額沒有今天這麼大等等 有些老百姓啊他怎麼說 他說中國銀行發鈔鬼要 鬼誰要 廣東人都說鬼怎麼鬼啊 這不缺的意思 意思呢就是說沒有信心 你要是收到三張鈔票 一張是中國銀行的 一張是匯豐的 一張是渣打的 那麼首先就把中國銀行這張先花掉 這樣下去呢慢慢中國銀行鈔票就貶值 大夥就顧慮 當然了到最後呢90年頒布的基本法呢 還是這樣定 定了之後呢 從90到97我們7年時間 那這個就是鄧小平先生他偉大的地方 90年基本法頒布 我們還留了7年時間 把一些在基本法裡面定下來的一些條文啊 怎麼把它操作起來 還有7年時間去研究 所以90年基本法頒布之後 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我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安子介先生 安子介先生 他就鎮鼻呼 就成立這個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 專門研究這類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課題 就是在什麼情況底下 中國銀行作為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啊 可以參加發鈔 我們有幾年時間去研究 所以呢到中銀回歸前發鈔 那天啊 我是很感動 來 我們來分一分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就保留了一張中銀發的鈔票 中國銀行一百人了 這是你借章 這是從那時候保留下來的 我就放在錢包裡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經常 尤其是我們在 在給社會做事情啊 有些事情比較複雜 你一下子呢 想不到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但是你把這個目標定入 然後呢一步一步往前走 總有可以找到好的 穩妥的解決辦法那一天 我們當年做中銀發鈔的這個準備工作呢 就是這樣 剛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嘛 民主法制自由等等 一直以來這部分是蠻困難的 那這部分相對的 要很非常依賴信心啊 因為你完全沒辦法看到嘛 沒辦法看到說發鈔貨幣成不成功 那個經濟稍衣怎麼樣 又建立在信心上面 像整個過渡期裡面 當時像回頭看的確非常荒謬 用回梁先生剛剛說天方夜談的事情 像當時很多朋友討論 我還記得有些女性朋友 就很擔心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七月一號 一定是男的問你的 關於錢的問題 是一個男性問題 有女性朋友就問說七月一號交會啊 我們去銅鑼環 中環那些商店 會不會全部變成友誼商店 怎麼辦 那個還沒買到什麼Prada 什麼LV嗎 什麼什麼 結果文套啊 結果噩夢還是成真的 一樣買不到現在 為什麼都給內地人買 香港人還是買不到 沒有錢去買 發生了很多變化 但是我也注意到這個梁先生啊 好像在各種場合還是講 這個一國兩制到今天看是成功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香港本地的人啊 經常會猜測 就說你們這些香港高官 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 究竟關起門來是怎麼說話的 是一種什麼關係 比如說經常看特首 又到北京 你看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去請示阿爺去了 有的人可能會說去請罪去了 但是咱們很想知道這個內幕 你跟這個中方的這個官員 打交道也很多 你們比如說關起門來聊天 是怎麼一個氣場的 回歸前後啊我們都做了很多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工作上的一個 一個需要啊 往往坦白說也是一個挑戰 什麼工作呢 溝通的工作 就是中央北京 或者整個中國內地 跟香港之間的溝通 因為呢往往呢 兩地的文化觀念 有些時候呢 坦白說這利益 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 所以呢就溝通工作 這個也是困難所在 往往呢到了內地 內地就有朋友說 唉謝謝你回去香港 把這些觀點呢給香港朋友 介紹說明清楚 我們在香港也碰到很多 很多這樣的要求 香港市民啊香港的政黨啊說 唉你們到了內地到了北京 把香港市民的呼聲要把它說清楚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工作 工作的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看97前這段時間啊 從譬如說82年中英談判 到97年15年時間 包括裡面有5年的時間 起草基本法 97呢到現在13年的時間 其實這個溝通工作呢 做得相當不錯 現在兩地啊 之間這個相互的這個理解呢 確實這個程度 這個水平比過去高得多了 就你了解 真的就是說 北京中央政府那邊 就是沒有像這個香港這邊下指令嗎 就說你們要 必須怎麼怎麼樣 就沒有這樣的事情嗎 完全是按照基本法來辦事 完全按照基本法辦事 這個呢確實不僅是 我們這樣的人這樣說 像大部分市民都這樣說 同時呢外國人 他們也這樣想這樣說 我記得前年 我帶了一個團到美國 到紐約到華盛頓 去談香港回歸10周年 2007年嘛 談香港回歸10周年 香港總有的情況 我們每年都有這麼一些團 到美國去 也到歐洲去 說香港一無兩制 我們怎麼成功 基本法怎麼落實 誰知道 美國的朋友們 不管是紐約的工商界 或者是華盛頓的政見 他們基本上說 CY談得別的 談得別的 他們就覺得 這些已經是事實了 但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了 今天我們都知道 談別的吧 所以不是時代週刊 曾經 不是財富 財富雜誌 Fortune Magazine 曾經過去了 有個封面專題 說什麼 香港之死 香港已死 香港已死 後來他們收回了 這個說法 所以 07年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就很想談一個新的話題 他說 香港回歸的種種 香港一無兩制 這個成功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這是事實 我們談什麼呢 就是 將來中美之間 尤其是在經貿關係上 香港可以扮演一個什麼的角色 起一個什麼作用 他們對這個新題目感興趣 已經是展望新里程了 恰恰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剛才這馬博士都提出來了 您這個普通話 我看就是一國兩制的一個見證 你是怎麼樣 這個普通話現在說的這麼好的呢 1978年 香港有幫專員社 都是香港宅 香港女 組織了一個專員社 出進現代化協會 那個時候國家不是提出一個 一個目標嗎 對 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 我們這些律師 工程師 測量師 會計師等等 大概 那個三十年不到 組織了這麼一個會 我們的宗旨呢 就是把香港一些 專業方面的東西呢 帶到內地去 首先是深圈 也要是廣州 也要是上海 北京從南到北這樣走 我1978年 參加了 參加了之後 就經常到內地去講課 對象呢 對象從來不是學校的學生 對象從來就是官員 就談外面一些 一些市場經濟的一些事情 頭三年 進去講課呢 都講廣東話 還有人家給我們配翻譯 還有人家給我們配翻譯 還有打字幕 通聲傳譯 還有人家給我配翻譯 這個 我心裡面感到很 很不好 所以呢 到了有一次 我記得是 這個第一次我用普通話講 就在珠海 事先把三個小時講的內容啊 把它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 邀請我一個同事 他是葉劉華僑 他北京長大 他這個普通話呢 說得很標準 我請他呢 給我唸一遍 錄了音 我就反覆的聽 天啊 聽了之後 好學生啊 聽了之後呢 就 到了現場 站起來 就拿著搞著唸 唸搞著 唸三個小時搞著 唸得自以為是的普通話 結果最後還是要翻譯 結果弄了六個鐘頭 結果呢 基本上聽懂了吧 至少呢 自己跨越了心理的障礙 心理障礙 心理障礙 所以後來呢 慢慢講的機會也多了 84年參加有關像回歸的工作 到北京去開會 跟北京的委員們開會的這個次數 也來多 所以練習的機會多了 所以就這樣吧 現在在跟這個北京官員談話 已經不用後面講個翻譯了 還可以替其他人翻譯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 還是講不好 像我一樣 而且我覺得確實是兩地這個 這個講話呀 是有個文化的部分